好下面来看一下针对于寒冬啊 寒冬部分寒冬呢也是咱们来看一下考题 寒冬通常来讲就是跟水有关 它不像桥梁做的那么大 它也不是说人啊车在上面行走 目的就是为了进行通水 那这个寒冬在14年是考过案例的 就考过一次是盖板寒 那这个位置在14年考过盖板寒 除了这一年之外剩下1718年考的都是选择 而且刚刚1718考过19没考 在2020年考的概率应该算非常低的 是非常低的部分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寒 寒这一节呢有几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什么是寒 今天大家进行说清楚 第二个考点部分 那他对吧如何进行施工的流程 啊流程施工流程怎么个程序 先进行测量方样再进行挖机坑进行交集处 进行网上安装你的管道等等 第三步考核的啊 第三步考核你的质量检验 大家先记下他的考点啊 质量检验就是哪些是属于他的关键项目 第四个考点就是考他应该背后回填土 对吧因为你将来要把这个暗含咱们要回填土的土怎么进行回填啊 是这样子四个考点然后后面呢有各式各类的各式各类的含有什么圆管含呢有什么针对于咱们的这种啊圆的这种刚刚刚才的呀有这种倒西红的等等那这考点都是这些内容啊流程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的啊那来看一下针对于这几项咱先知道了啊什么是含对吧含是为了进行走水的流程整体来讲都是一样的啊 是由下往上做的流程那针对于土回填的时候你想一个寒无论是这样的寒还是这样的寒啊上面放板咱们回填土的时候都是先填下面再填上面而且填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边对称一般情况下填土的高度都是尽量不超15公分啊大多数都是15公分部分啊每次填土对称的田啊 先总结好再回头看看教材上怎么写的第一个路基寒洞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寒它在施工的时候我们都是公路乔寒施工技术规范但是它在质量检验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点它呢是归于路基工程这个单位工程的它质量检验因为你想它将来填土对不对寒填完土了正当就是咱的路了呀 它是回路基工程部分啊所以质量检验归路基工程但是施工技术规范还是归乔寒的那它就是为了进行排水一般就是为了把路基内部的水排到路基外面这样的话就属于咱们的一个检验归路基工程那它有洞深和洞口洞口呢有进洞和出洞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对不对那你看 针对于你的洞口这边进洞出洞还有这边呢就是一些洞深部分里面对吧这些地方都相当于是你的一个洞深了那这个呢这种也是这种的话咱们一般就属于这种盖板的了啊那它也是对吧两边好那我们说进洞出洞部分也是为了进行做好它的走水同时有限高对吧限高 然后两边呢做了这样的一些八字墙把它呢进行起到一定的挡土作用挡住两边的土那好来看看啊洞深洞深是里面那个内容它的形状有这种圆的好有这种圆形的啊然后有这种巨形的部分那也有拱形的有的时候呢是提前做好了箱子挖土把它顶进去挖土把它进行顶进去哎 整体部分那好整体部分就看水的来方向啊水从哪边来哪边就是进洞往哪边走正常咱们做这些函啊它都是有坡度的跟路它那个位置呢也有点像对吧那你来看针对于像这些位置自在做的时候咱们做一阵的坡度啊那高的这边相当于就是它的近啊对吧跟隧道从原理来讲是非常的像的啊它都是相当于 在地下方但是吃工不一样隧道一般咱们是暗挖而这边的洞所谓的寒洞一般都是明着吧相当于这是土咱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下面做好基础往上再做对吧所以它相当于是挖出来再回填土把它填上的啊做法其实并不像好那你来看看针对于知道它这是寒洞其实就够了寒洞呢咱们从定义来讲五米 大家还记不记得桥梁的分类啊桥梁中有小桥对吧有中桥有大桥有特大桥那你想想咱们小桥它是不是有一边给你写了那对应的是什么五大于五部分那你就知道小于五是谁呀单度小于五咱们就是寒就是寒部分那这个除了圆形和相形 如果本身就是圆的或者是一个箱子咱们把它挖了顶进去的这些不管跨度是多大都是咱们的寒知道吗这两种不管是什么它都是寒啊不管你尺寸多大那这个形状咱也不说了一般情况下一种呢就是挖了不填土的叫做明寒看得到的叫做明寒看不到了填了土把它进行填上的那在下面走的对吧那这种的话我们说 把它呢叫做这个暗寒啊那好来看看针对它的断面这咱都不会背它也不会考它的啊知道它大概一个分类就行那我们看下面几个寒不背整个后面像圆寒呢像咱们的这种管啊对吧像什么倒西红整体流程差不多先想想让你怎么做第一件事测量方样哎我先知道从哪儿挖土然后开挖开挖完了 那但凡做任何工程咱们都有下面的基础吧然后在上面你自己想象一下安个管安完管之后让这个管啊它位置不发生偏移这是个管那咱们怎么让管不偏移呢先把这边啊用砖对不对砖呢把它砌上啊那相当于这个口是不是就固定好了叫做我们的针对于出入口浆气哎我拿这些砖呢把它砌上 这个管就跑上跑位置了然后这些位置呢给它做防水然后土就可以回填了啊由低向高进行回填整个流程部分咱们呢就把它进行梳理开了是不是啊啊整个你看看这边内容就很像了啊后面很多内容跟它一样那来看看像这张图应该也是比较显然的这边是不是挖了个基坑啊挖了基坑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底部的 基础基础基础之后这个就是管道管道一个个这个位置把它进行拼接起来啊拼接起来然后在它的两端像这些位置做它的浆气把两端出入口浆气好之后做防水整个面做防水层啊然后再去进行一定的填土好那来看管管的制作过程一般都是工厂进行律制的 咱们现场呢只做一件事把这些管呢一个接一个的把它拼起来啊那你要注意针对于咱们进行拼起来的管节那它都是有轴线的啊轴线这个位置对吧告诉你轴线啊你的端面啊端的位置应该和轴线相垂直等于说本身的这个东西是直的 然后再安装的时候注意管的内外壁应该是光滑而且咱们安装的时候呢内壁要进行平起因为内壁啊是用来走水的对吧内壁要平起水才能跟着它走是能够流出去的那在18年咱们在这就考了一个选择题问的就是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部分那你来看看针对于管节啊告诉你坡度 咱们记住不管是隧道还是这些寒洞等为了走水都是有一定的坡度比如说咱们大多数为了走水坡度比较好都是2%啊大多数的这个坡度很多都是2%坡度告诉你如果厚度不一致你发现一个管啊厚度呢大一些一个管直径一样但是厚度小那么一点咱们在安装的时候是内壁进行平起 因为你想如果内壁不平起对吧那这个水到这可能内壁不平起低了比如说这个壁厚这个壁薄那水可能就卡住了就流不走了啊所以就会有积水所以内壁平起是为了更好的走水的外面不平起大不了不好看反正附上土了谁也看不到啊好那来看将来进行对插接口一般跟咱们查那个管子是一样的一边的稍微 咱们很多都是成插口有点类似于这边小一点啊然后这边呢大一些然后下一个管子就这么插进来了一边小一点一边大一点咱们大多数这样的一些成插口部分啊插的时候把它俩呢进行接好而且中间接缝的位置非常容易漏水 所以一般呢会填一些这种弹性的啊比较密实的啊让它不漏水把它填塞住部分啊那质量检验咱们稍微来看一看针对它的质量检验部分 但凡凡你的材料中部分啊有咱们针对于混凝土材质的你放心质量检验啊一定是咱们针对于这样子的混凝土强度一定有而且在安装过程中轴线位置一定是很重要的吧以及你的水在哪个位置流管道有多长 所以你从来说背不下来咋办呢实在背不下来你就背高宽对不对哎后部分那以及你的底面要求应该是平的啊错开要看看错开多少啊好这几项看完之后咱们看波形的管寒啊波形管寒部分整个流程和前面是不是一样测量放样挖坑看基础 管身安装浆防水回填跟资安材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呀不用背啊还是那句话你想一下类似于啥类似于挖个坑啊买点土对啊挖个坑放点钱数个12345对不对哎看它往上涨的啊类似于这种你就想一下换你你怎么做挖个坑放个树或者想象一下啊放个树买点土 哦啊大致这样子流程那像这张图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波形的钢这样子钢的寒洞啊波形的就是管道材质不一样而已吧就是不材质不一样而已然后再来看一下针对于咱们的一个倒西红啊倒西红部分的话它这个流程呢呃主要就是放线呢 机坑的一个开挖呀啊以及它这个铺砂垫层像管节的一个安装然后接缝的一些防水呀以及出入口的施工还有也是防水和回填啊这几项部分的话大致流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包括倒西红什么是倒西红呢 就是这种咱们的倒西红啊正常水这么流下来是很正常的对吧咱都知道但这个水还要这么上上来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倒西红的这么一个管道的一个走的形式那告诉你咱们的进出口这些位置必须设置井 那这个井中部分啊红西红对然后针对于我们呢一定要设置一些这种沉淀部分啊沉淀而且这个你的土在附土之前一定要往里面先灌水保证它不漏水才能做这个同学啊其实你看和咱们前面讲的钻孔灌装是不是有点像有的人就不太能理解说钻孔灌装老师啊凭啥那个钻孔灌装部分啊 这边是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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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火凝土啊这边是咱们的火凝土啊这边还会有一些火凝土其实它就跟咱们这个位置连通管是一样的原理你想一下啊这个以中间为分界线咱这边呢比如说放酸奶啊然后这边放水好那你看两个将来的高度一样吗 你说两个将来的高度一不一样啊两个将来高度肯定不一样那这个倒红锡部分的话它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类似于中间这个点咱们认为它这个位置压强对吧是一样的啊压强一样的话rhogh所以到底每个材料有多高取决于它的密度是多少所以跟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钻孔灌装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啊倒红锡部分 那针对于这个位置它的特点就是里面这一小段和外面小段在这条线压强相等是这么个原理所以这也是咱们倒红锡能够去进行应用起来的一个呃这个原因要保证两端它们在这个位置压强是相等的所以存在这么一个程序啊那它在进行质量检验的时候也是 但反原材料中有混凝土就是有混凝土轴线啊相等于什么错口啊竖井啊高层啊因为你注意倒红锡它是有竖井的所以它比前面几个流程中呢检查项目中多了竖井竖井对吧以及井的这些东西而已好那来看一下拱含和盖板含盖板含是这么做的啊咱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含 然后在上面呢放一个板就跟咱们家那个桶上面盖个板是差不多的整个流程放样什么开挖啊然后基础它的身一般这些都是线胶混凝土的啊这个拱含和盖板含一般来都是线胶混凝土所以要织膜啊然后进行灌混凝土但凡咱们灌混凝土像拱家这样子咱们拱家在灌混凝土的时候也是对称进行胶注 对称交混凝土然后后面这呢咱先不管它了什么拆模一会后面有具体的讲述啊咱们做的时候这有它的一些防水啊入口八字墙等那你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咱们的拱对吧拱含它呢这是支架吧那这个位置是母板啊支架母板将来交完的混凝土它呢针对于盖板含是这样子这两边啊这两边 也是它呢一般边上是这个咱们的一些器柱啊都是线做的啊一般是器柱它的墙身然后把这个板呢吊上去相当于做好了墙身吊一块板啊这么做的流程其他的跟前面大多都差不多那这个位置需要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首先又是缝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啊这个缝咱们在哪还学过咱们淡反部分啊 一般哪些地方会有沉降凤路咱们学陆基的时候学没学过学了陆基像你学挡墙对吧咱的挡墙是不是得有啊得有10公分都有这些接缝沉降缝啊伸缩缝的啊其实很多混凝土材料咱们都是有缝的所以他说比较长的时候咱们呢也是要设置一些这种沉降缝啊好那来看 针对于这个拆模为什么没让大家死背呢因为拆模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咱画一下图这是咱的支架这是这个拱啊这个拱部分你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拱圈在进行器柱如果你发现它的强度达到85%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架子拆上架子拆完强度达到100%你才可以把这个土 回田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你可以呢拆模的时候对吧你看告诉你没有拆你可以干嘛先去进行他说哦强度达到85%就可以把这个土先进行一定这两边这上面的土啊先进行一定的回田达到85%先回田达到100%呢再拆支架啊总之你说我要背吗不用背你就记住 一个是85%一个是85%一个是100%你可以先填土再去进行拆模也可以先拆模再进行填土去分开了吗其实这两个呀两种你先做哪个都行他这两种写法给咱们同学的好吧这是一样的啊然后下面这个位置也是很多混凝土你就记住了跟85%有关啊 这是跟85%然后这边呢是所谓的接触面也就是施工缝施工缝咱们的处理无非就是凿毛啊凿毛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湿润然后进行刷浆还应该有印象跟普通混凝土也是一样的啊然后这边是咱们的香寒香寒跟前面不一样了注意这边的香寒是我把箱子先做好然后这个土我是挖一点这箱子往前顶一点 再挖一点是这么个流程所以呢它这张图啊你可以看到咱们是先也是挖个一个坑然后咱们再进行它的一些混凝土对吧当然大多数那是香寒顶尽啊那是预制的像这个是现胶现胶跟前面呢其实差不多啊也是挖个坑交一下混凝土然后拆模这个跟前面一模一样那还有一种就是这样子我刚给你描述的预制的 这个预制啊这个预制好了对吧那我考验一下大家啊你猜一下这个图上为什么有会这么多点点啊你猜一下这些点点是怎么所以有的呢很多时候你能看到混凝土啊你能看到这个混凝土部分对吧啊也可以用它来做啊这几种你看像这种也可以去用它来做对吧对拉螺栓对吧对拉螺栓对 它呢是通过对拉螺栓来进行制作的那像这张图它体现出的就是一个香寒顶尽的一个图形啊那针对于你可以大多数啊咱们要求通车的时候上面不这个下面不允许挖土只要不通车了咱们可以用挖机在这进行开挖挖一点这个呢往前面顶一点挖一点顶一点是可以这么做的啊是属于香寒顶尽像这张图一样 这张图一般上面会有既有的一些呃这个铁轨呀等交通的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做好那个箱你刚才看到的这个箱还咱们可以做好然后通过千斤艇加上顶铁一截一截的把它进行我们制作上去那个位置一般就是对拉螺栓咱们除了这个制作的时候呃除了你有防水的要求一般呃其他可以不放止水啊 对拉螺栓的作用啊对拉螺栓的作用是这个啊为了防止跑模就像你在安装模板的时候我呢会做一些这样子对拉螺栓啊那你将来在浇混凝土的时候对吧它呢就不会出现模板的外移啊不会出现模板的外移一般的啊如果你这个构建它坐在施工缝的位置处啊施工缝的位置处 咱们一般会做一些这种对拉螺栓否则一般也不需要这种普通的是不需要对那个止水带的啊不需要止水环片啊那来看向横顶进啊那像这个混凝土管节啊在胶筑的时候对吧模板钢模板那这样变形小实在不行你在用木模啊那针对于咱们的预制的管含你看又是一个强度所以咱这块就不死背了啊就记住 哦大多数强度是85%有关跟含有关的大多数都是85%然后这边是含跟咱普通的混凝土是一样的咱不背告诉你可以分两阶段施工跟我们今天做那个题目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含呢比较大第一次教这一块底板这不是底板吗啊和两边带类的部分对吧那第二次教上面这段的 混凝土部分啊那你来看不跟咱们普通的香凉胶筑也是一样的吗但你注意对吧注意这个位置你既然分几次教混凝土咱们刚才也做那个题目了你只要是分阶段分次来教混凝土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啊施工缝的处理部分啊一定要注意但凡看到分阶段就想到施工缝 这个位置就是典型的施工缝啊所以你看咱的考试一般考的也是一些非常常见的这些点内容啊然后这个位置又是85%第一次拆除啊然后100%进行回填啊跟前面是一样的啊然后这边是咱的质量检验强度啊高度啊宽度啊顶板所以就是一个图画出来因为你这个管呢咱们就把它理解了啊 大多数是预置了比如说咱预置这样的一个那就是它的高度它的宽度啊顶板底板它的一些厚度你发现哦这个香凉啊原来跟尺寸非常的重要部分啊那下面来看针对于呃它通常来讲的一些回填咱也不背它了因为你发现下面几个虽然教材是分开写的但是其实呢相似性啊非常的多 就是它的一些回填回填的材料我不考你这个位置我考你普通路基回填你说普通路基回填让你给我选材料你用什么样的材料啊你用什么样材料用咱B点的写啊不光是桥台回填你B点的写你给我写哪些词对不对哎必须给我写的是透水性好的强度高的 对吧咱们一般查一下一般都会有这几个词啊那你看透水性好的一般强度要比较高一些的对闭着眼睛写但凡什么回填一般都这几种材料啊那通常来讲也给大家总结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咱们通常在选材料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带着十字旁吧不是归纳过吗带着十字旁呢是好的如果说你当地的图啊 实在强度不打药啊透水性呢也不好咱们可以呢通常用一些这种无基结合料进行一定的拌鹤那这个无基结合料啊咱们通常就是石灰啊和水泥啊把你的土呢进行拌一拌咱们一般进行回填部分啊什么样的含大多数一般大多数是0.15米啊大多数是0.15米就是15公分 所以这个范围你爱背背不背不背啊没关系但是咱们桥台背后一定要注意压实度后面又是规律了啊大多数只要跟咱们回填土跟含有关的回填土部分这呢就是96%啊96%所以咱就不背它了啊你看这些含咱们但凡做好了对吧都要把这土呢进行一定的回填你看这是咱们做的含洞嘛后面要进行回填的啊那这些回填 咱们就不去背它了啊这些内容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考点就来给我找一下大多数部分回填的压实度96%如果说你遇到了陆地啊和回填部分连接处咱们学陆基的时候是不是也学了但凡交界处部分也尽量去做台阶坡度比较陡的地方也尽量做台阶啊而且由于你的这个含呢 它通常属于咱们的陆基工程那你在进行填的时候尽量也和你的陆基工程同步进行啊你的这个和我们的陆基工程它的陆床一般也是同时来去做的啊然后针对于咱们通常来讲你像每一层一般都是15公分啊咱就不去背它你发现后面这几样都是这样子压实度96%天土厚度15公分你往后翻对 这边也是一般15公分而且你要注意通常临近你桥台这些位置压实的时候咱们通常呢也不就尤其是靠近有点类似咱的挡土墙啊有点类似咱的挡土墙大家还记得吧挡土墙附近能不能用那种大型压路基镜碾压问问大家靠近挡土墙比如说0.5米位置能用咱们的大型压路基镜碾压吗不行一般都是这种 我们的人工啊小型的这种夯基啊对吧所以桥台也是一样的你发现它和前面的路基呀又很像了通常都是人工或者小型的夯基15公分15公分的咱们把它进行回田啊然后这个位置你看又是什么85%的强度啊压实度又是96%部分吧所以就完全不用背 又是靠近的地方不得用大型机具小型机械人工啊填土的那厚度必须大于一米才允许机械再过去啊这边是拱寒又是10到20公分咱就不背它了啊以及针对于后面部分告诉你填土填土啊你看20公分的黏土外 然后呢拱的两侧各三米以及一米八之内我们一般选择颗粒啊相对小一点的而且你但凡填土咱们进行告诉你填土的时候它呢先填两侧到你的拱角再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填那些空圈的位置有个印象就好啊这通常都没怎么考过 这个位置又是15公分啊咱就不去背它了那稍微考一考咱们同学啊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印象你看看之前考过一次咋考的呢啊问咱同学质量检验这是一个多选题17年啊人家问你质量检验部分好那你来看看 嗯以前的话建设设部现在出现几次那个透题改成人设了人设部吧还是透题啊还是人设部牵头进行组织人设部牵头进行组织的咱们同学要深思啊啊圆管函部分 圆管函的质量检验我看多少东西给我打错啊具体的部分啊圆管函你施工完的一些质量检验 这个内容呢在咱们我看教材教材上都是有圆的内容在149页的最下面部分啊149页的最下面部分咱们同学来看一下 针对哪个选项不能选啊我看多少层选错了第二个选项不能选啊 咱们呢刚刚十几个有选错的后面大多数选对了第二个选项是没有的对没有管函那个函管的一个厚度和填土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尺寸要求 有五分啊 啊不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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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嘴瓢了啊看窜了 应该是 C 吧管座管座应该是没什么用 哎看啊应该是管座管座啊有有管座没没没没窜 看着他打我又一直 这恍惚了啊应该是没有第二个吧管的一个厚度对吧没有第二个对的啊看咱们怎么同很多东西给我选的是错的呢看你们选的啊刚开始前几个啊把B选上去了对吧针对于B没有啊对的B是没有的剩下都是有的啊针对圆管函 所以这个呢应该是 A C D E 部分没有的是这个啊没有第二项管的一个厚度纹你发现咱们的质量检验的时候这几项中有没有填土的厚度啊你可以看149页最下面部分这里面的检验中是没有那个填土厚度的对吧那你再进行翻进行翻的话比如说150页啊你也去重点圈一圈这里面也没有填土的厚度对吗 填土厚度部分都不是咱们主要检查的一些项目部分啊然后针对于你像151页对吧也没有填土的厚度所以咱们呢至少知道质量检验检验都是谁管寒你给我检咱们的管道啊你别给我检验谁啊检验部分它的填土填土跟你管道就没啥关系了对看到填土土和管道 没关系所以咱们不用死背这一项找到关键次你看它是检验谁的填土就没有对吧好那来看一下针对于部分啊我们的质量通病质量通病呢通常先给大家说也不是重要考点因为它你要把技术搞懂了这块才能搞懂啊针对于技术搞懂了这你发现就不难了 比如说咱来看看断装第一个断装为什么断啊你来想一想断装就是正常比如说装这么长这个位置出现了断裂啊那这是断裂你来猜想要有什么可能性比如咱们在进行施工的时候啊要求你的管不能出现毒管实在毒管了咱们一般的也可以拔出来赶紧疏通但是疏通的时候一定要是在出零之前对吧一旦你出零 行了好家伙他也是断装了所以第一个可能出现毒管那你来分析一下毒管可能有什么情况呢对吧毒管有可能是你的火凝土配合笔做的不好啊摊落度做的不好啊直径太大了等等对吧力量直径太大导致掉不下去啊那也有可能我们说你的导管聚孔底部分他说啊手批火凝土不能埋住管道那咱就想了也不用备啊咱们邀请 手批火凝土要把导管埋住至少多少啊针对于我们说手批火凝土应该把导管至少埋住多少一米对不对哎只要不符合你前面的技术要求都可能出现断装啊以及拔管对拔管要求随着往上拔管的时候导管始终在火凝土灌中面的深度是多少二到六前面都给大家讲了吧 啊那你看像这一项拔管拔得不好拔多了对吧导致出现拔出断装那一集拔的时候你的钢筋龙卡住导管了导致导管拔不出来也有可能啊以及导管漏了咱们导管的话要求提前做好水密性试验 一集还要做好抗拉拔对吧如果你的这个水密性没有做好好家伙导管进去啊它漏了那这也会出现断装对泥浆就混到你火凝土里吧啊那这些东西咱就完全没必要背了什么深度过深 因为二到六太深了八米有可能就拔不起来了也有可能说哎混凝土咱们要求算好每个混凝土的量对吧每根装的量要算好为啥呀因为有可能量不够了你这根装灌到这儿这个混凝土没有了啊后面的混凝土呢又跟不上挂车还没到那咱就是断装了 是吧所以要提前算好或者你发现其他的啊停电了呀塌孔啊等等那都会导致完全没必要背那你说怎么处理才是关键啊我们通常考事故原因大家首先记住事故原因不考倒考考什么考错误作法问你为什么出现问题比如说题目中我的混凝土啊咱们前面做过案例题了说这个混凝土到了现场一定要做做什么做摊落毒试验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任何混凝土到了现场咱们都得做摊落毒大多数的混凝土摊落毒一般是12公分咱们大多数的普通混凝土都是12公分啊正负二但是只有大体的混凝土不敢说只有这个在我们儿章他的摊落毒是最大的是18到22公分不分咱们通常同学注意啊问题不看啊问题不看只看他的防治措施重点去记一些参数因为这个点如果考案例 一定是给你一个错误的数值让咱们才改错一定是让你改错那你来看看针对于咱们的18到22公分摊落毒那你要知道正常摊落毒啊咱们呢是在我们的搅拌混凝土的时候做一次摊落毒对吧 然后到了你的施工灌注现场再做一次摊落毒那我们同学啊想想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要求我施工现场摊落毒一比如说应该是20公分那我在施工运输过程中混凝土其实摊落毒会有损失 比如说是3公分我问咱们同学哎我实验室在做的时候那摊落毒对我配合的时候那个混凝土摊落毒应该是多少合适呢对不对我最开始的混凝土摊落毒应该是你最终要求的再加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对可能就是23公分摊落毒了你要知道运输过程中也有一些损失部分啊那好那我们在进行交出混凝土过程中 刚才说了一旦出凝一旦出凝了就断装所以我不希望手挂混凝土这个出凝因此我会往里面加一些这样的外加剂比如说加一些缓凝剂啊那前面说了直径比较大了那个力量直径大容易毒管所以我的直径呢一般就取大一些比如说咱们可以取35公分的这种直径啊啊导管直径可以取35公分以及你呢针对于对吧针对我们的导管 据孔底要有定的深度通常是25到40公分这样子一个深度部分同时手挂混凝土要把导管埋进去至少应该是一米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咱们在前面讲的时候都讲过了啊包括你将来进行怎么计算这个靶管对不对靶管也要控制二到六 那级钢筋龙钢筋龙钢筋龙来做的时候啊咱们通常呢就是要有吊环这样的一些做法部分防紧钢筋龙呢卡住啊上扶啊等等以及导管咱们要做水密性的测试和街头的抗拉法前面都讲过啊对不对咱不用背他啊以及导管埋身二到六还有咱们为什么案例题有那么多个题 非要让你算手挂混凝土用量非要让你算我们的整根桩的用量呢就是为了避免手挂混凝土不够就是为了避免我发现罐车混凝土不够的情况出现因此带来的实操体就是具体的计算手挂混凝土的量是多少啊总共一根桩的混凝土量是多少啊对吧咱们同学切记对于混凝土咱们一根桩罐的时候 要考虑超贯的这个0.5到1米啊要考虑这段混凝土量的否则啊那你的混凝土是不够的对吧但你记住我们在算的时候是有这段的但是计量的时候人家可不给你计量这段啊因为你别忘了超贯的这个0.5啊将来是要把它凿除掉的凿除掉之后我们将来计量的人员就看不到这道混凝土了 他说那我就不预计量 所以呢你将来在报单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咱们呢这个单价要比市场上的混凝土要更高一些部分 好那来看看这段咱就已经理解了啊下面我们的桥梁御拱度 其实这地儿啊咱们也不去死呗你想想御拱度咱想到最开始咱们讲支架对吧支架好 那我们会强调一个这样子的御拱对吧那好那你知道了为什么要进行御拱啊因为本身啊你的在有贺载的时候地基会往下发生沉降 你的支架是不是也会有压缩变形啊弹性变形那我都说哎老师啊那个非弹性变形都哪去了 非弹性变形咱们在进行支作御压的时候支作御压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去把它消除掉了呀所以消除掉了那些非弹性变形剩下了一些这种弹性变形部分 那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的两体本身我们的无论是先章啊还是后章啊它是不是有些结构本身的预拱度啊啊要求你结构要有定的起拱部分 那要控制我们张拉的时候80%啊啊以及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弹膜80%啊对吧所以强度弹膜要控制好你这些梁啊施加的时间价量的时间等等尽量也要比较统一啊那还有一些工艺如果你拉的时候啊拉的位置错了或者呢出现了一些这种轴线偏移 那你这根梁将来起拱度也会有问题那我们这些前面原因就不背它了支进行预防怎么预防对吧支架你先得做好啊其次施工过程中要控制住好以及严控强度80%那咱们预应力张拉的时候试块我给大家扩展过预应力张拉判断的时候那个试块应该是什么样是不是同条件养护啊 控制张拉的是同条件养护咱们用来质量平定的时候才会做的是标扬啊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重要考点因此你发现咱们后面的质量问题和前面的技术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又强调了一遍以及你告诉你精彩的位置要控制好咱们突然说精彩位置要想好谁得好 对吧精彩位置要准是不是要求波纹管要准啊就是预应力的孔道这些要准管道要想准 怎么保证管道的准刚才做题也做到了要想管道准一定要做好一些钢筋的定位 对不对定位的钢筋啊你得有一些钢筋把它定位定位好啊啊所以在这咱们也就把它学到了啊 而且你的千斤顶刚才也给大家做过那个选择题为啥要求你必须千斤顶有泵呢咱们进行定期的一些减定啊 比如说六个月啊三百次啊重新进行检修后啊更换配件后都是要求的 对吧那你精彩这样子张拉才能准确以及存粮时间也不能太长啊 否则会有一些预应力的损失所以又不用背了啊以及裂缝裂缝咱也不要背了 裂缝前面讲路基路面都讲过一些裂缝基层都讲裂缝裂缝第一个想到的出现裂缝什么原因 原材料啊第二个想到的施工工艺角度对吗第三个角度想到的是养护角度 咱们突然一看到裂缝第一反应就是哦有这几个内容那你知道原材料中经常考的就是他 水泥多了是不好的啊水泥质量不好是不好的水多是不好的对吧 他们都会导致出现裂缝那好施工原因搅拌时间长了啊那针对于我们的基础出现了一些沉降部分 对吧那好还有街头施工缝没有做好啊以及养护没有做好养护等等啊那这边就是大体的混凝土 大混凝土的话更要做好一些降温的问题吧以及这边又是告诉你混水灰比水灰比要小水灰比不能太大 不还是这些内容吧啊下面是桥面的一些铺装桥面铺装部分那咱们突然想到了桥面铺装其实哪两类铺装啊 跟咱们的路面是不是一样啊那往后这几个点的19年增加的但19年没考到啊 那桥面铺装想到哦无非就两个一个是水泥一个是所谓的瀝青那这啊写错了 瀝青啊一个水泥混凝土一个是瀝青混凝土那你想针对于这块出现问题 第一反应这个我们的桥面铺装是放在梁上的如果梁本身做的不好 桥面铺装肯定也不好其次啊针对于你本身呢桥面铺装质量做的不好 还有针对咱们伸缩缝没有做好你知道桥梁一块一块的这个位置是有伸缩缝的 这也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能感受到咯噜咯噜那种感觉对吧 那这个位置你也发现经常是咱们出现裂缝的位置处也是由于它没有做好啊 还有那针对于我们的防水如果没有做好水浸汗浸泡了 那你本身瀝青它对水的浸泡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啊 也会出现一些破坏所以不用背 但凡咱们的破坏一般和路面一样 你路面怎么搞的它就怎么搞就行了啊 那防止措施完全不用背的 凉做好施工的时候做好控制水做好防水 那以及针对你的材料又做好配合笔的设计 无非还是这几项 以及伸缩缝啊伸缩缝也是没考过的啊 伸缩缝就是起到一个热胀冷缩 那它主要坏是由于车流量太大啊 那以及咱们设置的时候那个伸缩缝尺子没有设置好 那这咱也就不背它了 那以及桥头跳车 桥头跳车也没考过 桥头跳车考的是什么呢 桥头大板 咱一般呢强调桥头和咱们的路之间这个位置 对吧 要放一块板 那这个板就是咱们的桥头大板 所以呢 这个因素也是不用背的 那以及针对于还有那个土 对吧 土的一个回填 刚才说了要控制好 一个是你填土的高度 一般是15公分 那还有一二十度 大家记得吗 一般都是啊 百分之九十六啊 一般这几项内容 所以呢 还是那几项那好 针对于我们具体的一些防制 依然是跟你的土有关 选择好的土 其次 我们呢 一般先做好一些沉降的观察 然后材料跟大家提过 要不然是透水性好的戴石子旁的 要不然加一些水泥和石灰改善一下 以及它既然是土 土要想控制压实度是百分之九十六 那就要提前做好啊 你的这个我们的检测 对吧 测什么 即时试验得到你的含水量的一些要求啊 以及考试考的是这个点 桥头大板 咱们这些点啊 通常质量聪明都没咋考过啊 通常都是技术里边带着出来的 所以咱们现在都不消死被 包括这些基础的不均成将 咱也就不给大家去进行 花时间讲的了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考